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今天是要感谢我们巴黎法国的华人 包括在国内的朋友送了30万的口罩 口罩会送到巴黎的医院 还有巴黎市政府派给老人 还有老医院 医生 我们这区46个参见者 三分之二都是自发 听到的就来参见 所以我们这区的组织是非常快 非常顺利 我们这个一支火桥 大家都感恩 40多年前法国坦慨和结拜了我们 曾经法国有难 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观众 的